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继续聊这个藏传佛教的宗派 那今天咱们要聊哪一支呢?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大成就的一个宗派 叫做萨迦派 那什么叫大成就呢? 有源一代,这萨迦派是这个大元帝国整个国家的大国师 咱们讲这个宗派是按年代顺序讲的 说实话吧,萨迦派放在宁马派的后头也挺牵强的 因为这两个宗派啊,这个生成的年代差不多 这宁马派呢,大概也就比萨迦派多那么三十年 而这个萨迦派呢,也是有颜色的 这萨迦派被称作为花教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萨迦派为什么它不是单一颜色呢? 因为它的庙宇上边通常涂有三种颜色 分别是红,白,蓝,三色花条 那么这三色花条都象征着什么呢? 这三色花条啊,分别象征着文书、观音和金刚首仆子 这些早期出现的教派啊,其实都是一样 包括咱们前文书说的宁马派 都是家族传承、父传子 或者是这个伯父传语这个侄子 这种传播方式呢,原因很简单 那是因为啊,这些个教派都是从这灭佛时期走过来的 在灭佛时期啊,那传法传教是要被砍头的 所以呢,在家族中传承 这样就不会有人告密 相对就安全一些 萨迦派的创始人呢,叫贡雀杰布 这贡雀杰布啊,它有族名的 它族名姓昆 所以说呀,我们也可以称呼这个贡雀杰布为昆贡雀杰布 稍微这个了解西藏历史的人一定都知道 这个昆族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吐蕃氏族 这贡雀杰布啊,就在1073年 在后藏的日喀泽地区就建立了萨迦寺 这有了寺院之后啊,那就正式的算是有了门户了 那这萨迦一词是什么意思呢? 这萨迦一词啊,实际上就是灰白色土的意思 因为这个萨迦派建寺庙啊,通常啊,都用这个灰白色的土 把这个寺庙背后的山坡铺满 所以说啊,这久而久之啊,这大家就称呼他为萨迦派了 这萨迦派说啊,自己这一派啊,那老了去了 说他们昆族有一个人呢,那曾经是在前红期就修法 咱们提到过这群人,一共就七位啊 追随着这个莲花生大师,以及这个祭护大师修法 被祭护大师剃渡之后出家 史称叫做七爵士,也是这个藏族最早出家的七位僧人 这七位僧人出家之后啊,才又有三百沙迷 跟随他们一起修法 最后呢,才有了藏传佛教的徒子徒孙们 哎,这个昆族说啊,我们有一位仙人 就是这个七爵士当中的一位 后来呢,这个朗巴马灭佛 他们就开始自己啊,在家庭小规模的传教修炼 而且啊,逐渐的完善了自己的一套这个规章制度 那我们说呢,这个贡阙捷部虽然是这个萨迦派的创始人 但是啊,这个萨迦派之后 还有这个萨迦五祖 就是对这个萨迦派贡献非常大的五个人 那这萨迦五祖呢,都是顺延下来 这个昆族的一家的嫡亲至亲 不是这个父子啊,就是叔侄 其实呢,这萨迦派最初修习的 那就是宁马派的那套东西 哎,他们也属于宁马派 自己当时也承认 但是后来为什么就自己自成一派 有了萨迦派呢 那是因为他们心里觉得呀 他们比这个宁马派要高深的多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宁马派的祖师到这个二圣啊 着迷大师那去学法 学这个道果教授啊 只交了一百两黄金的学费 所以说呢,只学了一个皮毛 这萨迦派的这个当家人呢 也就是这个贡阙节目啊 他想,我也得学去 哎,我比你有钱呢 于是呢,他就奉一千两黄金 找卓密大师去学这个道果密法 哎,那您想想他肯定是学权了 这一学权了不要紧呢 他当然就看不起宁马派了 于是就自成了一派 这萨迦派啊 就是以这种家庭的方式继续往下传 然后就传到了这个头祖 头祖的名字呀 叫做贡嘎宁波 然后呢,这贡嘎宁波死后 就传给了二祖 二祖是谁 二祖叫做索南兹摩 这个索南兹摩呢 估计这个寿命也不是很长 传法的时间呢 相对较短 于是他也没来得及 把自己这个祖的位置啊 传给自己的儿子 就传给了自己的弟弟 叫做扎巴尖赞 这扎巴尖赞呢 就成了三祖 这头二祖啊 哎,这个看样子呀 对这个教派贡献的并不大 因为史料上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记载 可是这三祖啊 了不得了 这三祖啊 可是一个大学者 他不但呢 有这个自身成就 而且留下了很多著作 韵律非常适合吟唱 您自己想去吧 这当然就得建立在一个强大的语言基础上 所以说这些先贤呢 有这些研究语言的著作呀 他不新鲜 这三祖过后就是四祖 这四祖啊 是三祖的侄子 名字叫做贡噶尖赞 这贡噶尖赞就更厉害了 这贡噶尖赞呢 不光有大成就 他精通大小五名 这精通大小五名的都是什么人呢 在西藏啊 有一个特别的称号 叫班智达 那么这个班智达呀 在咱们的书馆里经常提 尤其是最近呢 讲这个藏传佛教 实际上咱们在讲这个 活佛转世的时候 解释过班智达 这班智达呀 是学者的意思 可以理解为博士 这博士啊 是真博士 这多知的意思 不是像在这个明朝以前呀 咱们中原人嘴里所说的 什么那个茶馆里呀 有茶博士 这妓院里呢 有宝博士 其实这个博士 真是多知多懂的意思 那理论上说呀 这有这个称号 你得考试 即便不考试的 你也得向众人展示出来呀 你有这些能力 你真的是多知多懂 那么说 有这个班智达的称号 都需要懂什么呢 这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大小五名 这大五名是什么呢 大五名难了 属于是社会学方面的 音名声名 内名 公巧名 和一方名 那这音名是什么呢 音名是逻辑学 辩证 那这就上升到哲学层次了 那这大五名的第二 叫声名 声名是什么 是外语 主要说的是梵文 你不懂梵文 你怎么读经书啊 那原版的经书 你都看不懂 只能看那个人家 译出来的经文 那不就和这个原版 它有偏差吗 所以说呀 你得懂梵文 那懂完梵文之后呢 那你就要学经书 这经书就指的是 大五名里的内名 那这大五名里边的 公巧名 是什么意思呢 顾名思义 所有的基础工程啊 你都应该通晓 各种行业的理论知识 你都应该知道 这一方名就好解释了 这一方名啊 就是你得会看病 那么小五名是什么呢 这小五名听起来啊 就有点这个小资了 就是针对自己的了 首先呢 是修辞学 辞早学 韵律学 戏剧学和力算学 这都是啊 提升个人修为的一些东西 我用最简单的语言 把这个大小五名啊 给您说了一下 不算是解释 因为细解释起来啊 相当的麻烦 这里边啊 还涉及到很多的学术著作呀 和很多的经典 您要是想弄明白呢 您可以这个系统的去学习一下 不过呀 我建议您还是放弃吧 因为只要您能弄懂这些啊 您就可以被称之为班智达 如果您要是精通 那牛了 叫大班智达 那么这个藏传佛教史上 被尊为大班智达的人呢 那就更少了 你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您伸出一个手 数手之痘就死不了 那么说这藏传佛教当中 谁是最大的班智达呢 那还用我说吗 那就是班禅大师啊 我也别把您这道子堵死了 说这普通人就学不来 这个大小五名 这个不能做到班智达的程度吗 当然不是 有专门的地儿啊 能学这个 您到那儿就学 至于是怎么交学费 怎么个学法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去过 可是我知道地儿在哪 这个地儿啊 在四川色达 那儿有个五名佛学院 您到那儿去学大小五名去 不过呢 我也没听说呀 谁学完了之后 自称自己是班智达的 得嘞 咱们这班智达这事啊 跟大家交代一下 算是个知识点 咱们讲完之后啊 赶立刻拐回来 接着讲咱们这个萨迦派 那咱们说完这个萨迦班智达之后啊 咱就得说说这个五祖了 这五祖是谁呀 这五祖可是大大的有名 基本上啊 这个喜欢中国历史的人呢 都知道这个人名 那这五祖是谁呢 五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八四八 这玩钱币的好朋友啊 几乎都知道八四八 因为他们知道这元代的钱的一面啊 这有个文字不认识 看着像九叠传 实际上还不是九叠传 是八四八文 这八四八文呢 就是这个大师八四八创造的蒙古文字 对了 您没听错 这蒙古文字啊 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藏族人创造的 那么这集呢 咱们虽然不是讲人物片 但是咱们也得简单的说一下 这八四八大师啊 为什么会有后来如此大的成就 实际上呢 那是因为机缘巧合 这事他寸了 公元前的这一二零六年的时候啊 这成吉思汗曾经率兵啊 打到过这个柴达木盆地 当时呢 他就想到过西藏这一地区 于是啊 他就给这个撒迦的三祖啊 写过一封信 他说啊 我有心的归依佛教 自此以后啊 咱们这个猛葬的关系呢 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 可是铁木针呢 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这儿啊 打过去之后 就再没有提这茬 后来的咱们也知道 这帮蒙古人呢 先灭了这个西夏 又灭了金 这凶狠的名声啊 可就传出去了 其实也传到了西藏 这帮西藏有头有点的人呢 也听说过这蒙古大军有多厉害 转眼呢 这一段时间过去了 这大汗呢 已然不是成吉思汗了 大汗是谁呢 是倭库台 他把这个西藏地区 就划给了他一个王子 这王子的名字叫阔端 实际上这您就能看出啊 这个蒙元是多么的有信心 实际上这西藏啊 还没在他实际控制范围之内 他就已经把这个地儿啊 划给自己的儿子了 也就是说呢 这蒙古铁蹄一道啊 没有人就拿不下来的 这阔端呢 大军驻扎在哪啊 驻扎在梁州 这梁州啊 就是今天的甘肃五威 那么这西藏人是广听说 这蒙古大军厉害 他们就服了吗 实际上可不是 这蒙古大军呢 跟这个西藏的藏兵 真见过真章 说这个灭西夏的时候啊 就有一只蒙古兵 曾经路过过西藏 在路过西藏的时候啊 他们就路过哪了呢 这个地儿啊 叫杰拉康古庙 这个庙里边有多少僧人呢 连上师带沙米一起啊 加起来有五百个出家的僧人 这大军一到啊 这帮喇嘛呀 不知身前 抵抗来着 得到的结果就是 这五百个出家的僧人 一个没胜 空通杀死 那自此以后啊 这西藏人 再提起这蒙古人的 那就更害怕了 那这扩端也琢磨了 我是这个大军 直接杀向这个雪域高原 还是啊 给这个西藏的这些 政教合一当权的大喇嘛 写信 让他们归顺我呢 想了半天呢 这库端觉得呀 还是不能达 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 于是他就写信呢 给了这个萨迦班智达 哎 现在呀 这萨迦派已经是四组了 已经不是三组了 四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萨迦班智达 那这一年是哪年呢 是一二四四年 那有人就说了 说这个萨迦派 有那么强大吗 这阔敦王就看中他了 与萨迦派合作统治西藏吗 当然不是 萨迦派根本就没有 您想象的那么强大 这坏就坏在呀 其他派为的宗师 耍鸡贼 不敢去 其实这阔端呢 给很多宗派的宗师 都写了信了 其他的宗师啊 不是以自己身体不适 要不然就是年高体弱 不能前去 哎 这做幌子 不愿意去见阔端 实际上呢 就是怕呀 被扣留成为人质 或者呢 干脆啊 就直接被怒死了 哎 一个个的都做了 缩头乌龟 这萨迦班智达呀 是最后接到这个 阔端的信的 哎 他也是属于没着了 因为这阔端呢 给他的心理值 就是说了 你不能在意 身体不适 年高体弱 这种借口来 忽悔我不见我 来到梁州啊 咱们有重要的事儿谈 是福不失货呀 是货躲不过 哎 是萨迦班智达呀 决定 那就去 硬着头皮去 为了表示诚意 先把自个的两个侄子 送到了梁州 那意思是什么 质子啊 其实就是人质 这两个侄子是谁呀 其中就有十岁的八四八 和六岁的恰纳多吉 有人说那这事儿办的 有点损了 干嘛把儿子送过去 非把侄子送过去 当人质呢 哎 您想啊 人家这个四组啊 和这前三组不一样 前三组都是白衣 都没出家 哎 这四组呢 他出家了 人家是班智达 是高僧 所以说没儿子 这把自个的两个侄子 送去当人质 就完全能够表达 自个这个和谈的诚心 没过多久啊 这萨迦班智达呀 他也来到了梁州 和这个阔端的一见面 这阔端说说 你也看见了 这蒙古军队有多强大 如果你要是反抗呢 你看那个维吾尔啊 这个西夏人呢 就是你们的下场 那如果呢 你要是觉得这个西藏 可以和平的 并如大员 那也好办 你呀 写一封信 规劝呢 这藏区所有的上师 都跟着咱们大员走 那以后呢 我就保证你这一派 在西藏地区 是各宗派的投钩 那这萨迦班智达一听啊 那没办法 那写吧 那写了吗 写了 哎 至今呢 这封书信还留下了 这封书信的名字叫什么 叫萨迦班智达 至乌斯藏纳 李僧俗首领书 哎 就是呢 给这个前藏 后藏 乌斯藏 所有的僧俗首领的一封公开信 这信上啊 百事实讲道理 说明了这蒙古帝国 有多么的强大 并且告诉他们 如果同意归顺 那么西藏以后的行政制度方式 就是僧俗共治 其实啊 这封信呢 很重要 他一下子奠定了元朝中央政府 乃至以后的所有王朝的中央政府 对西藏的管理政策 直至如今呢 虽然呢 这管理办法不一样了 和这个王朝时代有很大的差距 那应该也是基础 如果呀 您有幸啊 能读到这份 萨迦班智达 罚至土翻人书 您就会发现呢 这封书信呢 他是用这个 缠回维吾尔文字写的 也就是说明到这会儿 这蒙古帝国已经如此强大了 那哥哥粗的 棒棒的 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呢 所以说呢 看来啊 这野蛮人除了会打仗之外 他也不得会别的 后来呢 有了这个马进机枪以后啊 这他们也就是会唱歌跳舞了 这别的呢 还是不行 先平一去过后啊 咱们就得说说了 那个帮着蒙古人 创造了文字的巴斯巴大师了 哎 看样子 今儿啊 咱是讲不到他了 也没关系 明天咱们细细织织的讲着 巴斯巴大师和胡贝列之间的 友谊